到站了,老司机下车了。像过往一样,诺维茨基走向替补席,按照几乎从未改变的路线,挨个与队友机长,直至替补席的末端。他从嘴里摘下牙套,塞进右脚袜子上眼,然后穿上小球筒递来的长袖衬衣,一口气的套两件,接着穿上带扣长裤,先扣右侧再左侧。 通常这是他的一套规定动作,但这个夜晚有些不同,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场边完成这一连串动作。你看,他的长发早已不在,他的面庞不再年轻,他的步伐不再飘逸,双腿奔跑的速度,已经快要赶上手臂摆动的频率。 按照职业运动员的标准,诺维茨基是一零不折不扣的老人,但即便到了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,他的影响力和重要性,并不仅体现在这支球队上,更深层次的,则是之于这座城市。 某一天比赛开始之前,一位名叫贾希尔·马丁内斯的28岁父亲,带着他5个月大的儿子朱达,在独行侠更衣室门外等待着。 父亲穿着一件白色的诺维茨基球衣,儿子身上是一件蓝色的独行侠连体衣。 更衣室大门一开,所有球员蜂拥而出跑向球场,与身旁站成一旁的球迷机长。 诺维茨基是最后一个出来的,他没有跑,而是慢慢地走着。 贾希尔抱起儿子,当诺维茨基跑过的时候,得国人巨大的手掌,几乎握住了这个小男孩的整条手臂。 我亲眼见过他,贾希尔说,每个人都在问我,你为什么要带着儿子?你的动机是什么? 我之所以带着儿子,是想等到他长大之后,我希望他知道,当初见到的是球员有多厉害。 贾希尔只是万千达拉斯球迷中的一员,诺维茨基是他们共同的偶像。 过去二十年,是这个德国人帮助独行侠取得那么多成就。 在他之前,这支球队破败不堪,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这支还叫小牛的队伍,是职业体育最差的球队之一。 如果不是1993-94赛季的十三胜六十九赋,达拉斯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支,连续两个赛季,输掉七十场比赛的NBA球队。 就在这支球队最挣扎的时候,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,在他的家乡德国维尔茨岛附近的一家俱乐部,开始了篮球生涯。 1998年,这个现在被认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球员,当初来到达拉斯的时候,并非大张旗鼓。 九十年代,小牛经历了艰难的十年,诺维茨基回忆说,我去某个地方,人们都会说你真高,但他们不知道我是谁。 经过十小时,数千公里的骂长飞行,等待诺维茨基的是彻彻底底的文化冲击。 起初,他根本无法用英语和当地人高谈阔论,说不了几句就要询问对方,你说什么? 新秀赛季场均八分,德国小伙又遭受球迷的虚声。 由于他出战的时间太少,达拉斯当地一位记者甚至写道,德克在比赛中出汗很少,他不用领域。 那时的诺维茨基很不适应这里的一切,但有个人一直在不断帮助他,同一个夏天来到达拉斯的史蒂夫那时。 此后两人并肩作战了六个赛季,2002-03赛季率队取得60胜,但2004年夏天,那时加盟了太阳。 老板马克库班说,没有重新签下那时,是他最大的遗憾。 诺维茨基同样伤心欲绝,但他始终保持对这支球队的忠诚,就像他说的,总会有一些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决定,你能做的只有控制自己。 此后,诺维茨基连续入选全明星和最佳阵容,那段时间的小牛,也是联盟里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。 不过略有失望的是,在大部分时间里,德国人的球队都有些倒霉。 2006年总决赛,小牛一度取得2比0的领先优势,但是被热火联班四局,直接输掉了整个系列赛,痛失总冠军。 接下来为一个赛季,诺维茨基被评为MVP,小牛取得67胜,但等待达拉斯的却是一次黑巴奇技。 这样的失败犹如晴天霹雳,诺维茨基也遭受媒体的批评,有人说,他担不起领袖的职责,更有人说他打球软。 德国人没有理会这些声音,他和导师去澳大利亚待了五周,一起放空自己。 那段时间,德国人也蓄起了胡须,寻找生命的意义。 好在教练和队友依旧选择相信他,达拉斯这座城市也是如此。 这些事让我思考,这个社区,这里的人,这里的球迷,真的希望我在这里取得成功。 诺维茨基不久前说过,我希望尽一切努力,兑现他们的期待,回报他们的忠诚。 诺维茨基和他的小牛终于取得了突破,2010-11赛季,击败三巨头热火,拿到NBA总冠军。 在场外,德国人也开设了一个基金会,为那些患有疾病,生活贫困和遭受虐待的儿童提供帮助。 有人曾问库班,为什么这么喜欢诺维茨基,相信老板的回答,也代表了所有达拉斯球迷的想法,因为他的忠诚。 所以,即便票不高,跑不快了,达拉斯依旧在为诺维茨基在场上的每一分钟呐喊。 在现有的环境下,诺维茨基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位中老一队的伟大球员,他在达拉斯变老,这里见证了他的青春。 他手里有一把钥匙,那扇回家的门就叫达拉斯。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,这里的球迷为他送上的欢呼声还是最热烈,场地里一家人整整齐齐穿着41号球衣,人群中偶尔能听见嘹亮的声音,加油,得客。加油,得客。